《重駕买内的》 《读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至二十节》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他的核制 食物是为土福,土福是为食物 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 主也是为身子 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 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 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 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 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 因为主说,以人要成为一体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你们要逃避任行 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 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人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总监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身 古龙多前书论及的范围很广泛 更加触及不少深入的问题 尤其是关系到个人性结的问题 今日的经文涉及肉体的亲密关系 而下一章就论及到婚姻 以及离婚等等复杂的问题 古龙多城道德风气败坏 淫乱的罪极其的普遍 古龙多城有一座供奉遗纳斯的神妙 而行人就是敬奉仪式的一部分 当地的居民根本不认为这种是罪 只有神的话语及基督的标准 才会直斥这个是罪 古龙多教会的信徒 似乎深受这种风气影响 没有将淫乱的行为视为严重的罪 教会应该怎样处理呢? 古龙首先强烈呼吁信徒要过圣洁的生活 他强调圣灵住在每个信徒心里面 同时每个信徒的生命 都是基督用补血买熟回来的 圣灵与我们同在 不单止保守我们成为圣洁 更加是加力给我们 使我们过主所喜悦的生活 圣灵又称为圣洁的灵 因此他如果与人同在 他就可以将圣洁带给人 我们如果听从他 他就会日日地带领我们 在我们的心里面 和良心里面说话 帮助我们测验自己的行为 是不是土著的喜悦 还是做错了 古龙提醒那么多的信徒 他们的生命不再是属于自己的 他们的行事为人 能够单位满足自己的欲望 或者取悦自己 他们是属于基督的 因为基督曾经用补血 将他们买熟回来 我们同样是属于基督的 基督是我们的主 因此我们应该凡事讨祂的喜悦 让我们来讨告 主要求你洗我身体的每一部分 都是为你而活 愿我的生命能够荣耀你